现在是开始了是吧 对 好 那我们下车 有人进来吗 应该会有人进来 稍等一下 就是要解释一下 我们是要解释一下 就是说我们现在只在那个 微博的会员群里面在处理这些 因为只给会员处理 这个费用呢是一个终身的费用 就是说这个费用 意思要保证这个公司运营下去 另外就是大家拿到一些 因为我们一起在做这个事儿嘛 我把这些事情公开 就是希望别的团队也能这么做 我们一起做事儿 我们跟那个叫 就是加上我们跟中介跟银行 这些事情都很好谈 对吧 他们就是你知道 这个银行也是个盈利机构 虽然因为我们人多 就会谈到一些很好的资源 嗯 然后这个 付费的就是我们双方 会有点约束 这是个终身的费用 为什么讲是终身的 就是说 其实你前面做 后面也会一直做嘛 如果没有收费 没有行动力的人 还是没有行动力 对吧 他该不做还是不做 嗯 付了这个费用呢 就是大家都会互相有约束 你们付了费 你要要求我要怎么做 或者就是你的目标是什么 我们给你给你出来一个最合适的东西 嗯 然后就是要终身服务哈 这个不用想这个事儿 就是说终身服务又 因为我们这么做 一直会做的很 一直会有这个需求 这个需求很大 其实当年我自己买房子的时候 一样遇到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没有能力跟对方谈 对方也不信任我 所以说现在就是 我们收到费以后 一直维护这个继续 另外就是大家会有 会占到很大便宜 就是说比方说 我们找一个中介对吧 他比方说哪怕现在是 算我们不提那个名字 就他很好地产公司 他收了一个费用 然后我说我们长期跟你合作 如果你把这个费用压压压 这样我们可能就是很划算一些事儿 嗯 他这个又 这什么东西 可以 我们现在不要第一时间 就来那个见吻 没有用 因为这个办公室是 6月1号去正式交付使用 你看人家都加班加点了吗 我刚刚没练的地方 人家要弄那个灯 我这个跑这边来了 所以说 等 等 等6月1号 以后我们才开始 然后这几天呢 我开始组织人 把这些资料都整理出来 按大家付费的先后 然后去把这个 谁要着急做什么事情 我们先给他做 然后6月1号以后才正式开业 那前面工作做差不多了 如果你们现在有特殊的 你就联系这两位 这个叫管理员呗 嗯 联系他们两位 他们两位可能就会把这个事情 即时返回给我 那你单独 我给你做 因为我们在那个 我每天用大量的事情 我打算会特别慢 就是说 我们在那个 就提问的里面 其实这个效率越来越低 因为问的人 怎么问 你们搞不懂 然后他主要 他也写不清楚 他的实际问题 然后现在 我们这种是 这种就是 我们现在这种 职业服务的变成了 你可以在家里 仔细的列进入 你所有东西 你告诉我 因为我们这办公室过大 然后我会给你们 安定的职位做事 然后这个你的工资啊 什么就变成一个 就我们说 经营好自己的内容 我们负责做 然后你负责配合就行了 比方说 那你没有学历 大概学历价格 你就出那个价格 而且我们找的人 就不存在会 就是风险 因为当年我这些风险 也是没少 没少 就是很多人 没少谈嘛 就是我们没有谈判能力 而我们现在 是有谈判能力的 没在微信里面 不是因为什么 没有别的意思 就是我们本来 做微博 做微博渠道就好嘛 然后包括什么 服务就是 所有 你从零开始做基础 我们也把事情你做完 但是你就是要配合我 但是绝对不会 你在有这么没难的事情 这些事情 我都帮你处理完 你哪怕你要申请 申请一笔 你需要一个电话 我都把你解决了 我给您看一看 哎呀 这门看是吧 这都不能晃 就是我们这有很多间 办公室 这些事情我都会分出来 然后 然后 就是哪个部门都会分出来 这些事情 因为我现在也在收费嘛 收费了就 人就好解决了 如果没有收费 也不好解决 另外我 我们互相都没有约束啊 你说 你要求我做了什么事 我说我没收你钱 慢点 这个也不好 然后我要求 就是其他的人 也不好要求 对吧 这些像这样二维其他俩资产都蛮大的 说出来还是 因为有的人会互相信 所以就不说了 他们俩资产还是够大 所以说 他们愿意放弃他们原有的事业啊 你看像小影座贷款呢 还是小鱼这些房租之类的 他们的所谓的不低 他们是就是因为跟我熟了 那我就愿意不做 但是那我不能不保障 最基本的这些生活嘛 就我们的理念很简单 就是说 我们给一个好的保障 那你为了保证这个好的保障 就必须把事情做好 这是我要求的 没有别的 很简单 这个费用肯定是最低的 这是个终身的 因为我做数据过程 现在费用就蛮高的 这个还是用我自己来掏包的 不是我自己来掏钱包 因为就是 微博如果分得起来太少了嘛 你用东西到我手里十几万 你就能干什么 你还有什么事要说的 想尽快立刻排队的 哦 大家都不要急 我这次又开这个视频 就在里面说这个事 就是说 我们到正式开业啊 今天是二十一是吧 那就是还有十天 这四天我们把东西都整理出来 你特地着急 已经要订房那种 你会赶紧跟他们联系 但其他你要能等 你少等一下 我们到六月一号左右 人员也会准备上了 这四天我订机票完 他们带过来的人 那都会很快嘛 啊 因为那些人在网上 我们都联系差不多 就他们真的是水平够了 我这开始 我这也要这些人来 呃 不是说那种 你说你来外面随便钱的人 你自己心不够 嗯 是 就是说将来你什么嘛 我们是一个打包的 所说将来 办新运卡的时候 都是大家来 你各个客室这里房间很多 你们各个客室 也注意把东西摆好 你往里一坐 然后那银行经理到这里 单这一放 大家开始填 对啊 你的社保 对吧 或者你的户口 或者你的供流水 在我们这个都都走完了 嗯 所以说那你就很容易 那呼吸会长假吗 那呼吸会 那你这个价格 是做不了重生制的 这不开玩笑 就是因为我们先低吸 我们收点钱 把这些基本对应化完 就完事了 所以大家不要着急 就是说你不要说 哎呦 今天来啊 我今天我马上 但是你要特别着急 你就马上跟他说 跟两位管理员说 到六月一之前 我会把人组织权 但是主要共同 还是这二位 比如说是他们咱俩也够大 我们也熟 就不容易出问题 嗯 这二位嘛 不用太担心 是因为只要他们两个发的 他不会有任何问题 这个我这个可以确认 他们资产还蛮大的 就是说了两遍 今天的交配是终身有效吗 终身有效 嗯 只要你像我的经营理念 应该我们也不自于 是经营不下去 对吧 只要经营下去 你的数据都在那 将来等我这个人手算好了 我还会 一部分人分一个人工的 类似于小秘书 他定期会告诉你 你要做什么 嗯 就是他定期告诉你 这个 你要前期做什么 后期拿什么 这事情都会经验告诉你 这你放心好了 嗯 现在这个费用 有点意思就行了 就咱们互相有个签字嘛 我这是不退费的啊 这个要重申一下 不要说我这边做完了 你这边告诉我 哎呀我不满意 那算了 我肯定不会干这种事 因为我所有东西 大家秘书会员这么久看了 有一年了吧 快 那我在群里面 从来不乱说任何东西 当然他有一些别的人 做了什么事 我也不知道啊 嗯 我就是要 要这个行业的 个人买房者 不要太那么孤单 就是说不要那么单独 这个事情 对一个人是特别大的 就是我们 过一年以后 来一些新的粉丝 有很多人真的 我估计至少有百分之十以上 就十个里面 就至少有一个的问题 就是他就是被坑了 然后我一眼就看了被坑了 然后他问我事情 我也要告诉他 忍啊 慢点啊 那就求他们多快点前几个 对吧 在我们这就不会 触怠这个问题嘛 因为你就是你个体 跟你一个个体 跟一个门店的中介盘的谈判 你这没有任何 这没有任何谈判能力嘛 但是我就有啊 这不是我有 是我们就有嘛 对吧 我们说我们现在收了 比方说我们收了 一百个 那你这个月 帮我做十个 那一个月 帮我做十个 他问如何他不会什么 你不问如何他不用担心 他会乱来 嗯 这是人性 不是说 就我们不能道德要求别人嘛 道德是要求自己的 我在微博上面也常写 就是微博你 你道德要求别人 本身就不道德 那我们要防止他人性自私 就是告诉你 我有足够的事情 你不能说好用你 你不能说好用别人 所以那不会有问题 就这样我们会形成一个团体 我公开这些东西也是 包括视频 这不都说得很清楚 要做什么嘛 别的团队别的城市 就是如果有个本事 就让他们做嘛 这样我们这些 独立的购房子 就不会成为弱势了 听不懂讲笑话 因为我们这是深圳嘛 有一些地产公司 就是明确说 还有装兴公司 就明确对华为 富士康的人就反感 但是他们也得对 不合适 我们将来该给人 赚的还要赚 为什么反感 就是他们一个人有点事情 这一群就麻烦了 所以他们就做得很小心 但是当然我们 不用他们做得很小心 我们可能给他们买专业 不是可能 如果在专业之中 我现在可以随便说 地产公司的人 都比我专业的 有空用 问异地的怎么处理 异地的没问题 不用来 暂时不用来 你一定要详细的写清楚 你自己是什么情况 然后我会给你个最优的 我不说了一个方向嘛 你的制裁量小的时候 我一定会给你做得比较激进 但你不要害怕 你想我们组织这么多人 要做这么大一件事 绝对能解决你的小问题 那些小问题在我们眼里 不是问题 然后这样子 我跟你觉得 你即便出现外衣 基本上我们不会做到 有外衣的事 到今天还没有出现过 我身边的人 加入过 你肯定不止一百套房子了 没有出现过 什么太大意外 但是 就包括我个人也是 有时候就是落实 就是我一个人干不过 他一个门店的人的所有方式 所以说我们现在 就是我们现在组团线 我们组了团以后 不管是拿贷款 拿贷款 他又有贷款 他银行现在通知我们 其实我现在就有这种情况嘛 上市里有时候那种 像新闻卡他会打电话过来 你就帮我拿来 新闻卡 我现在就偶尔 会有银行的人给我打电话 你给我过来帮我忙 是吧 我现在通过业绩 看这两套房子可以抵押了 这种事情也有 所以将来我们 他们过来求我们 有好资源会先寄给我 给我们 不是给我 这样说我们是一个大的团级 我们在谈任何事情 都很方便 而且我们拿到的资源会省 比正常要省很多 是价格是在那放了吗 你知道什么价格 我们谈性的价格 肯定要比那个要低 这样我们就很好 就是我们未来很好经营 我们也不担心说经营不下去 这个钱也不用收 那也不能不收 就是不收 你跟我做事 这些兄弟姐妹们 他们生活不好 或者要求他们的 另外他们生活不好 他不会给好的服务 人员如果一代流动力大 那你自己想想 那时候都是会的事 有一个人跟你沟通两年吧 或者沟通一年 对吧 你沟通两年吧 到后来没人跟你 就跟你的人 他不知道你前面行吗 那很危险吧 所以我要建立大数据库 也是在这里 这个数据库是有人工智能的嘛 这样我就说 任何一个人接过来都能屡顺 但是还是人最好不要流动 这是我的想法 最重要你付了钱 我能做 我能活下去 然后我们现在把事情拉长做 然后我最近又有一个说 你付了钱晚上就什么事 你总是要住我们 总不能说 哎呀我今天不想住 哎呀我今天有什么事 那不会嘛 这是对双方都有益的一件事 必须的数据并不大 什么对买房的一样 来生这个信心不强怎么办 哦不强啊 实在不强的就是等我有空 你稍等等我是吧 反正开业 这段时间你就发现 我漏脸的时候就很少 回答问题也都精简了很多 因为真的没有时间 可能就20分钟 就要看完 看你答出去 那就很忙了 等我时间稍微宽充一点 我会给你们仔细再说 我要能比出力的 可能比出50个都没问题 我有钱有个小房子比较小嘛 就是他就我伪装修一下 然后把我当车的小公司这么说嘛 你说你家的华盛民 我家牛棚大 对吧 你看花了钱 然后前几年他来这 哎去年就去年前年 对他就干成大货了 他帮我来贴磕 哎呀这房子能卖我们一个村 那他南方的厨子很小 你房子不值钱嘛 他说这房子现在能卖我们一个村了 试试这样子 所以你不用太担心这个强不强的事 另外 你来深圳的主要目的是要找见识 让你的下一代都找见识 我之前有跟一个人沟通过这个事嘛 就是说 你农村一个孩子 你要什么礼物 他可能就要一个什么 咱们说那个这段是佩奇 要顾娃娃 或者要一顿红烧肉 或者要一个烧鸡都可能 但是你大城市的孩子会怎么样 对吧 我要上迪士尼 我要到看大峡谷 对呀 我要到马尔代工 他可能会想这些事情 将来他的 就我也是从老家出来的嘛 就是我以前的 但是我有一个可能 阿开叔这个习惯好一点 就是我稍微有一点见识以后 我是因为来了深圳才有机会在发站 其实这里面 知道美妈在不在 你看我跟美妈都是从内地跑到 但她还大城市了 我还小城市了 我们是跑到这边 才有这个现实去做这些事 所以最重要一点 就是说我现在网全开的事情 就是不担心自己 有任何问题 我们可以讨论 当然骂人家就不要理他了 没答了 没答了 还得及了 没说什么 差不多 差不多 好 所以说 这样大家都能清楚清楚 就是说 付这个费是终身的 以前的会长还很正常 前面现在的也涨了很多 过来他们的会员费都得涨 因为前段上是涨了那个位置了 就是 微博会搞这个清明过去职业剂吗 所以要让我打个折 我在发货图片 大家也知道 因为这个折打完 他一直没通知我 今天刚好一直忙这些事 就没有考虑 赶什么事 那会员费还是要赶 尤其是 进了我们的会员 认可了我们的东西 然后我们才在这个 告诉他 我们再继续怎么做 付费就是为了我们双方 更方便一些 对 就是我们方便 就互相都会有约束啊 而且我们可以自己做得更好 长期服务的 我现在这样的数据库 就是要做这些事 X2跑了很久 就当中选这些 用不太专业嘛 都弄得很累 有些很多技术支持不上 纠结一 要不要买深圳 只能买小的 要不要来深圳买的 哦 这个其实不用解释 除非那几个 我们认为比较好的地方之外 你可能只能买深圳的 就是你不能损失效率 到这个你要具体情况说了 比如说你如果家里面的条件 或者环境就是不允许我们 出去投 那你家的环境好的话也可以考虑啊 但是都太差了 因为你要知道 尤其越是这种人 就是他可能就只有一套房子 这是个大问题 就是说 你前期买了不好的位置 或者图皮癌 会因为什么小事情 你慢了 你一步半步步不慢 你要想啊 你个二线城市 比方说啊 就说它涨了五千 你说我花五千买了 涨五千也涨了一倍对吧 也不少了 那你就说那边那个一半 又涨了两半 它可能涨了三万就 这时候你的五千的房子 就算一万卖了 你那边手工房子都不够 嗯 要记住啊 房子真正的增长 是因为经济增长 因为经济增长 才导致了人口流露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我不知道为什么全网上 不太对这个经济增长很感兴趣 大家都是猜那个赌 对吧 说哪里能涨哪里能不涨 它没有什么逻辑 那或者涨了之后 我就喊一下涨了 对吧 或者我当年涨了 爹我都喊过 然后涨了 我就把涨的结出来 因为大家旺的比较快 不用笑 我不是乱说吗 那我们就是要找 大乘经济增长最好的 我说吧 这个经济增长 是有很强的关系 特别强的关系 它不会突然间停在那里了 所以说之前 经济增长好的地方 还会增长好 而且我们知道人口啊 和生育率 生育率之类的 甚至最好啊 嗯 那没有什么话好什么的 像你在北京 连我在北京 我们每年都去几次 有很多地方的房子 真的就是看不懂 它一条马路 这边卖六万 那边卖四了 你说差哪儿了 好像没差多少 嗯 所以说这个就 当然是价格有效了 也倒是也好判断 嗯 但是 嗯 有钱包含 那个地产空借和大费吗 哦 我们不能给你付这个费 扶起啊 你要是买了一千万的房子 它收你个一个点是吧 那多少钱 就是十万是吧 嗯 啊对 那我扶不起 我们只能是 因为我们人多 我们可以从一公司谈 对 比方说你小的 可能稍微多一点 人大房子就谈小一点 就是我们的谈判条件大 我们这里什么费用也花不了 比方说你真的需要去搞个大乖学历证 我最多能给你谈一家保险的 对吧 你看你连网上买的就 那我们找到我们是六千 比方说 就是说 那那五千可能风险很大 两年半以后你可能没有这 哦 对那就很危险吧 那我们可能找到六千的 你说我专门不会抓到 对对对对对对 那大小钱还对我们来讲 没有什么有活力 就是我们会给你平复这个风险 然后我们 刚才不是说这个人性 我们说我们会筛选这些 风险给你 费用不能包 因为这些钱要都包到那个费用 我上来请人去买找房子去 即便说我找我的人 比方说我认识的人去找 好我不准给你钱 因为我一共收的都行吗 我说好我给你五千块钱 那你要想想你好房子 你可能就找不着了 是吧 他就可能不给你了嘛 那同样人家那个给两个点东西费 你一个点我就不给你了 就这么简单 是吧 我们一定要考虑效率 是整体的效率 而不是讲那个说 我客单价 那个价格你多低 因为你要什么东西想价格低 那就跑去买一门关的房子嘛 或者是前两天的各岗 你几万块钱买一套 那能行吗 旅行服务是吧 刚刚说的是 你要我搞这么大一个政策 就是收这几千块钱 你觉得我要是不想努力的话 我就不用搞了 我都不知道你们大家会给我付那么多钱的 但是我前期该投入还是投入 该做的还是做了 嗯 就我们平于卸任 然后这个现在就是一个知询费 为什么要学说是个知询费呢 是个知识付费 是因为 我打听了一下 有官部门也这么说 我这种收费的方式 他不知道怎么认定 他说我也不知道 他说那你算学费呗 对吧 我说可能是这样 我怎么交费 什么之类的 他也都没有个标准 可能我们这个行业 就是我们这些人如果做起来了 那可能就好办了 就是我们做起来了 可能相关法力会跟上 现在没有 我说我只能告诉你 我收的就是你知识费 你只跟我咨询 但是呢 你不能说 这样防止人心 有些特殊的情况发生嘛 可能说我生活都做完了 你告诉我 哎呀 这不行 我自己做 你得给我退费 我这个公司就做不下去了 嗯 就是这个做下去 对大家都是有利的事儿 因为大数据不需要太多维护嘛 它会跟着你 它只要你有店就行了 它会自动计算的 它会给你把这些事解决 你要想 有我在后面给你做一个 你就像是私人顾问一样嘛 有我在后面帮着看一下 要有大数据 帮你跟着走 这个我们就不是小多房式的炒房了 为什么我说炒房 不会被割取有态 但是也有嘛 你被骗的也有 正常常也不会被割取有态 就是因为所有的行业的从业人员 他们还在小多房的状态下 就是拉一个人买了 算中间费 算点差价这件事儿了 嗯 他们还在很原始 你要你炒股为什么炒不了 就是说嘛 谈电话交易啊 或者他大数据批你的多呀 我经常在 像星巴克那些地档的 咖啡馆什么的 偶尔都问你做一下 你看就有人本个店 在那里一顿记啊 一顿笔 其实你看到他 你就是他输定了 嗯 他不去算 去拆 也或者说 比方说去年 我说那可能会涨一下 他就要去拆一下 他随便去买一个错了的股票 有可能就赢了 因为在股市里面是这样的 他们所有给他 就像股仪能看到的数据 是人家故意做出来的 说你学什么几辆 你学什么指的 那是完全无效的 嗯 他这个量化交易 基本上就是突破了四五日均线 他可能就开始加仓了 他一旦跌破了多长 他就开始减仓了 而且这种减仓会造成写风嘛 他比方说第一 四五日均线 他就开始 他风漫出去了 然后第二个 电脑被触发 因为他的股票的 持长比例也出问题了嘛 他也卖出去了 第三个电脑再弄 然后瞬间就卖出了很多 这是你个人交易 你拿着再加上他 所以说就是我们说不炒股 就是你有 我有那个能力预设股市 会不会涨 我也炒不了个股 没有那个本事 所以说现在我们 我们说这个房地产 现在没有开始记录这一块 那我现在可能就算是个引导型 所以我现在想出这么大的地方 当然就因为有很多工 很多的叫将来的员工 对吧 就是你可能在家里带孩子 或者你可能在别的那边做工作 但是你要在我这里挂职 你没有工作 你将来我的事情 就是说将来我们做事情 不能做些什么 我们要都做真的 以后还会经常上直播吗 说话速度太快了 哦 那我尽量慢点 今天我没做过直播 我语言组的东西又不好 所以我也已经问他 我都不做嘛 我说问他 你找三小泉就好了 就是给妈就好了 因为他语言好一些 我不行 是我们这二位高手们 他说要我必须得露面 就是你这些东西 就是你不能老和人不见面嘛 你看我起了几天 为什么没露过面呢 然后有一次露面 也是因为微博做活动嘛 本来是不想的 就是真的是退休了 那后来就是现在这种实际情况 如果我们不组织起来做事情 就每个个体被 我们不能说对方有问题啊 因为被各一个的牵制 我们都很吃亏 每个人都要重复我当年走过的路 那就很吃亏 而我现在因为我们组织了一个团体 就不会再去碰这种事了 你就这么记住吧 就是说所有的费用 现在就是咨询 这些咨询我拿来干嘛 一个就是要保证我们团队的人 这些团队有大部分都是我们的 他都是我们的会员嘛 之前我没有要做这些事情 大家都在加在我的会员里 是因为我们真的是有帮助有不足嘛 像小尹里面可能很多人都跟他 有实际接触对吧 你像那个小尹里面说了 他那个资产量很大了 你看他年纪很小 那就是某些 所以说他们觉得他们是可信的 然后我们是一些自同大国的人聚到一起 将来我们其他会员能加入我们也一样 这些要保留他生活 然后后来我们还要增加点 比如说费用可能会提高一点 我们越做会越多嘛 我们不会越做越少的生意 不是那么惨 你看我的会员费位置一直在急 没有断我们家里的事 所以我们不担心 所以我们诚心做事 不担心这个没有生意做 但你说完全免费 我这点财力真的不够耗 耗不耗不起 这点就接触这个数据啊 场地啊 包括人员的安排之类的 其实一算起来真的还是挺不大的 可以有多少 我事先是不知道我们有这么多 大家应可 所以愿意去麻烦交费的 那大家不交费我也领了大家做 可能做的就是要简化一些嘛 可能服务不会这么说话 如果钱够多了 就现在就这样了 我会员费够多了 我就可以找场地 我可以安排人 你这个现在这个资讯费多了 我就可以再壮大我的这个队伍 就是将来每个城市都会有啊 大城市啊 就是我们经济增长好的城市会有 经济增长不好 我们干脆就不要做了 这个我会帮你筛选 各位也是等我们这开以后 稍微运助我一两个月 想我不能来你就 再来我就工作的 但你要拿两三个月的时间 你想做这个事 你就跑我们这来 然后做两三个月 你免费也行 工资也行 但应该给工资了你们 那就我再给工资也不去资 但将来要整个 怎么来配合再说 然后你们回到各个城市 就是我主能补助两三个犯罪 然后你们就自己做 谁做好啊 还是怎么样到这儿留两个就可以了 嗯 就大概这么解释 能能能能 大家能听懂吗 嗯 不能什么 嗯 因为我实际不知道大家会交多少钱 我们盯这个价格是 真的是我们测试过以后 最低的费用了 因为这要终身的服务 还有后面人在交钱的时候 还要对前面有点不贴呢 就像我一开始指开 微家会员二百八一样嘛 对吧 因为前面你风险大 就是说 你们应该占便宜嘛 那后面人没有风险了 我前面做了很多好的 他后面来 那他愿意给多少 那就我们再定 抗实际需求 所以说 我们现在这个就是 所有事情都包 都帮你指挥好 是咨询费 不是别的费用 所以你不是说 我所有事情都做完了 他一年以后发现 你帮你回头找我 你就说我不想做这个生意 这个你想不想 我就不知道了 我没法控制 听懂就好 那行 将来要一起合作 我们至少得选 二十个城市以上的人 所以说至少要需要 一伙人 你至少得有两个 你得有一个线上一个线下的 如果我们找二十个城市 也得有二十个城市 两个 四个 对吧 那也有八十个人 有一百个人要从事这个行业 所以大家不要担心工作这个事 如果我走出了一个好好的模式 你们照过就好了 那是你跟我们一起做 能跟我 共事的当然是最好了 但是你看有些人可能 真的不适合长期在深圳里待嘛 嗯 深圳可能就不想 你看北京就会大 北京可能就会论区分 北京太大了 北京大概是深圳的八倍 是吧 比如五分 那八分之一这么大 那你那是一万六 不是不是 我忘了 这边是一千几五 不要千 那就是一万六 一万六 那就是说 它那个可能就分东城西城啊 或者什么几环之类的 再要分出来几家 大家要有竞争 这个场地是因为有我在这里 我知道 不会有什么大的方向问题 就是像小晨他们都是跟我一起坐过来的嘛 嗯 这是在大量的我们在做这些事情 然后如果说 就说你北京那边 你就给一两家去住 那可能效率也上不来 而且北京的房子真的是那种差价太离谱了 嗯 所以就就要你熟那块 你就深耕那一块 这就可以 是 那上海可能也有我俩参加 他这个我还先 因为这是视频嘛 我也希望他们做行业 同行业的人跟我合作呀 对吧 就是说我们的会员 你给别人做多少钱 你给我们便宜 那你价格合理 或者你们也能做好 给我们点样子 嗯 就是我们想要再跟他们合作也行 但最好是我们会员 因为 我就先给起了点文章嘛 大家仔细看一看 基本上你什么东西都基本懂了 嗯 嗯 现在这个屏幕上蹦的应该都会有 就是主要的一二点都应该有 因为我没有什么负担嘛 你就是来这里帮我白干几个月活 当然可能会 底线还得给发嘛 是吧 发个底线 然后你再来干个两行月 都熟了 你就跑过去做就行了 嗯 你做的不好 我再往上公开了 我这家做的不行 我就忘了 所以我希望这些会员也不会这么干 但是我这边先做的模式出来 因为我们的局域不顾得很大 就是我们的设想很大 后来是又想要大 所以去把法力都融化了 因为我想要帮个好市标扩张嘛 如果地方小了 你做台股也白省 又是九千罚是啥 你把咨询费 什么叫咨询费呢 就是说所有的事情我都会 就是我所有事情都会把你处理好 但是这里不包括你那些你要出的费用 你买了学弟就不能让我出钱 那就是我最能给你谈一个价格比较低的 然后又能保证你两年一半也不能拿到的 比方说你交个社保 那你正常交易完了 比方说我们这些团队在 就是我们能做的都帮你做 或者会指挥着你做 嗯 上次对我们双方都与约束吧 那就是要重说一遍 我们要保证我们这个团队活下去 而且要活得很好 所以他们把服务做好 然后未来的营运 可能后面也要有营运点利益 所以未来的费用很高 但是你因为买了这个 那我们整套后面所有的事情 一直帮你把控 绝对不会让你出问题 因为我们做的方案 就会有这个弹性 就是你最差的 那你就直接一点嘛 你出事我来解决 这种东西出外衣 不会出事其实 这不能说 你能出事的话 多了会出不了 特别有外衣的 就像你把东西应该搞坏了 因为我前两天就是要 吃饭在大众点评的时候 你再在大众点评 点上买 买单 我记得大众点评买 买完之后他就谈着那个对话 好像信号不好 不知道干嘛 我点一下他就尝一下经济 这就很讨厌嘛 有的人说网上 你家来做网带 什么就千万不要碰 我从来也肯定提过网带的事 就算提也是 最后可能是简单提的 你不能做的原因 你点几次 你的身体擦烂了 那你可能就 就是你做不下来嘛 至少你这段时间做不下来 你做不下怎么办 你还缺点月工什么的 你就我就能解决了 我解决你到时候 半年还是什么时间 你能过一点还给我 就不会让你出现这种大的波动 但是你资产量小的人 还是要跑得快一点 这是没办法 你资产量大出现的人就稳 最大的有的人还超过我了 那我给他保障也没有意义了 那我们就直接做稳就好了 是说话太快 方面评价是杭州吗 挺好啊 你翻五十五年前 在微博我一直说 那时候我说杭州 那时候杭州那大库场 没见起来嘛 然后很多人就骂了我呀 杭州 郑州都是我 我那时候评价很好的 然后他就骂我 我说你别啥 你这个 那时候骂的蛮多的 比现在 就是现在要 现在有文明很多 你可以拉开 有吗 这些你不能拉开 就把这骂你念一招 你怎么会亲自办法旋翻吗 我会给方向 比方说我们会找一些 可能也是我们会员类的 就是他从事类似这种行业 因为从事这种行业 我一般不会让他到公司来 因为他们我觉得有些示威方式太好 但是他会跟我合作 因为我们就是有量的 可以通知同桌 然后在他们给我们选择 然后我们在五个地方 然后你们自己定就行了 就这三个地方都可以 或者两个地方 你选哪个好就行了 但是大部分这样的人 都要随便乱改 你要你资产量大 那你还行 就是你可能有个越多的承受能力 尤其你一开始的时候 就相当于 老师告诉你一加一等于二 就一加一等于二 就一加一等于二就行了 你知道就行了 别的先碰巧 你会发现你要是一加一等于二 小学生也能先碰巧 但是你一加一为什么等于二 你大学生还搞不懂 对吧 你为什么不能跟他讲 你跟小孩子 不是 一年级的小孩子 我跟他讲未积分 这个不算是吧 对吧 就说我讲才听不懂 那就我也讲不懂 怎么办 怎么了 能带小白进入一种行业吗 可以啊 其实 金融它也是个中介 银行我一直都重复只是中介嘛 就是说 你可以通过这进入一个门槛 但是 你还要主要的思想还是要放到房产 因为房产就是我们这一个 实在背景下的东西 就是我们城市化建筑到五千年一遇 这个其实已经每个国家都走过嘛 所以在城市化建筑中 农村的人口一定会低于百分之五 因为我们天天还百分之十几的嘛 嗯 而且大部分人是在城镇 就是镇县的期间 他们从这个级别还要往大上去 再进行第二级级级级 所以说我们这段时间 在一级城市 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嘛 即便你现在在县城做一个公务员 你工资一两万 那就很多了 对吧 就是说你就很体面 你小孩地业以后 他还能给你这个体质内的那个工作嘛 有选择你不能传承嘛 啊 你说 你是处长 你儿子来的人干嘛 其实是医生了 或者是科学儿 他能不能爬上去 那你就被修了 就被定了 但是你要是这出来 你要把这个经历 送到这个大城市 就说金融行业 是吧 就说金融行业 就说金融行业可以做 你说过 你比方说 如果你条件核子到我们 我们出来也行嘛 那也有一些人需要做这些事儿 你都会跟他跑一跑 你只是了解一下 那财富东西也没什么太大用 我为什么敢财富的人说 我说你把我文章看了 你就金融行业 基本上你都能干嘛 就是你比他们强 是因为大部分的人 真的学了金融业的人 他的算计就是可能比我 股业还丰富 但真正到实际上 赚财富 真的不行 因为他主要就是拉单 对吧 这个月啊 你拉来多少 业务 不拉就没有 这里跟金融知识 没关系 完全是人类关系 大概就这样 所以说你能做 当然做了 没关系 这些事情慢慢讨论 这是刚开始做 所以大家都弄得很兴奋 我以后可能尽量 我哪怕在什么地方吃饭 如果我有空 这也习惯了 我们就没事就拨通 回去把这些事情说清楚一点 不要急 有什么东西说的吗 那就先说到这儿 大家都知道一下 这个服务会 就是终身制所有事情 方做完的 你家发展越快越好 我们的目标是要到头 不是说 我帮你买上房里算了 那就变成中介了 我也不干了